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Lori 今天跟大家讲讲香港的消费行业 以及我们的零售市 因为最近有内地的人说我们香港是奶妈 有个新闻说内地人称香港为厌金奶牛 因为我们养起了经济,特别是深圳 深圳的那些业界从业者,例如按摩师 就说如果不是香港人来到,我们都没得做 因为八成以上的客人都是香港客人 那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因为以前内地旅客才是我们的奶妈 不停下来大包,像小包那样扫 但是今天内地的人下来就不消费了 反过来香港人好过有钱,拿了钱就冲上去消费 大家知道香港人不想消费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因为始终性价比上别人比我们高 我们那些人工的成本,租金成本不高的时间 性价比很难跟别人去竞争,这个都是事实 但起码在服务水平上,其实香港是有条件做得好些 起码减低对深圳服务业的劣势 就是让我们提高一点竞争的优势 那这部分呢,我就找了一些资料 今天跟大家讲讲了 首先呢,今集分享的一些提示呢 其实主要是跟这个外出消费的体验有关的 就是不是跟这个网购去比较 就是如果大家是跟这个淘宝这样比较的时间呢 就是不再次列啦 因为今天主要讲出去消费的时候呢 怎样令到消费者的感觉好些,增加消费 那我觉得香港可以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多 那其中一个重点在于呢 其实有一样东西呢,叫做The Science of Shopping 就是一种消费科学 那其实呢,就不是有很多公司呢 会留意怎样利用消费科学呢 提高他们的消费者的购买意欲 那消费科学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有一些公司是会特意请一些调查人员 就去到他们的店面里面呢 就是去观察他们的消费者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跟一些店面的设置的关系 怎样通过一些店面的设置呀 增加某些的元素或者减少某些元素呢 可以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欲的呢 当那些调查做好了之后呢 那些公司就知道怎样去令到他们的消费者多些买东西啦 公司是会真的将消费科学应用在他的店面上面 那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是给我们的零售业和服务业参考下啦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就告诉我们 其实呢,客人只要留在一个店面的时间越长的话呢 他会消费的意欲就是越高的 那其中一个呢,关于电器调查这样的 那他就说,如果那个客人是一个非消费者来的 就是他进去只是window shopping 走走走的那些 平均逗留时间大约是五分钟左右 那但是如果是会买的消费者的话呢 其实他的平均逗留时间是九分半钟 那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令到客人逗留越久的话呢 其实那个消费的机会就会越大啦 那所以大家会看到呢,其实现在有些店呢 譬如说,现在加斯啦,或者是无印良品啦 其实他们开过店面呢,都是比以前越来越大 那现在加斯也不用说啦,大家一直都知道他是走几层的嘛 那无印呢,都是开得越来越大的 因为他要增加整体,那个消费者在店内的逗留时间 即使要捱贵一点的租金,认为都是值得啦 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那些店面的人员 怎样跟他顾客沟通的 其实呢,店面人员跟顾客越多的沟通的话呢 其实客户去买东西的机会是越大 那香港这些情况就比较麻烦 因为香港的人力成本比较贵啦 那所以那些店家宁愿请少一些人 里面就采用一些比较容易一些的 找到他的货的放置的方式 令大家自己买东西就算啦 但是这件事呢,其实某程度上就打击了客人买东西的意欲 那如果是因为成本太贵,减低了跟顾客之间的互动 最后令到他不买东西,影响了生意呢 就只会令到你请得起更加少人 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啦 那所以香港的商家行都要动下脑筋 怎样在有限的人力的情况下呢 增加同客户的互动啦 那第三个提示呢 就是要留意着顾客的双手,一对手 原来有调查显示呢 顾客的双手如果是越刺的话 即是两手脏脏脏的话呢 他会买东西的机会就越大啦 那如果你是经常一抽二扔的话呢 其实就很难令他买东西 因为拿着东西想尽快走的 那所以为什么以前的百货公司呢 就会留一些地方就是有些档打给你放下一些东西 就是暂时帮你保护自己的财物啦 拿回牌制就可以去拿回 以前是有的,现在就比较少啦 那因为呢 当然啦 不是那么多的公司可以有这个资源 提供一个物品的寄访处给客啦 那但是做不到这个东西都好呢 其实在店内面呢 都可以做到不同的东西呢 去提高这个客户那个 双手的空置率 那比如说在店员呢 如果见到那个客人呢 手头上拿着多个三件的商品的时间呢 就应该主动去呢 就带一个购物楼或者购物袋啦 因为那个客人呢 其实如果在店里面 他拿着一大堆东西 他没有拿着个楼子 他想尽快去买单 那但是如果有个楼子 给他拿着一些东西呢 他就安心地继续走 因为走得舒服点嘛 那这些是一些小的一些 trick來的 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做到呢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的店面的人员不太够啦 也都要尽量呢 去令到在个顾客在里面 买东西的时间呢 他目光所及之处呢 是随时都可以拿到一些 就是购物楼啊 购物袋呢 帮他装东西的 这个都是提升他们双手的空置率啦 令到他提升买东西的机会 那第四呢 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观察来的 就是呢 其实大家进去一个店里买东西的时间呢 你是分开两个心态的 一个心态就是 你还是处于一个呢 在这里观察的模式的 你是没想着买东西的 那所以很多时间呢 你就可能进去走一个圈呢 很快地出回来 因为你在过程里面呢 在打量这家店呢 值不值得你去消费嘛 那这个模式呢 是需要去转换的 当你譬如说 如果你进去的时间呢 是觉得你需要买某些东西的 那它就会是一个购物模式 购物模式呢 就是进去找你想要的商品啦 那怎样由这个观察模式 转变为购物模式呢 就是那个商家需要想的东西啦 那譬如说作为一个店家啦 你可以在这个店内的气味啊 温度啊 声音啊 还有装环等等去改善啦 令到那些客户觉得来这里 就不是一个window shopping的时间 令到他真的会觉得 我是进来是买东西的这样子 譬如说你有一些员工 在这个店面呢 就向客户派发一些宣传的单张 或者派一些购物籃的时间呢 那你客人就会觉得 我拿着个籃子 我是不是进来要买东西呢 他心里面有个暗示 觉得我拿着个籃子 应该要买点东西 就会令到他暗中 将一个观察模式 就 shift 了去购物模式里面的 那还有呢 就提供一些所谓的适应区 那就是说 那客户呢 如果是进来的时间 是自动门的话呢 虽然它很方便可以走进来 但是也很方便它可以走的 变成一个心理暗示来说呢 就会觉得 我很free地走进来 繞个圈就free地走呢 它就会长期围住一个观察模式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它需要用手去拉开道门才走进来的话呢 其实都是一个心理暗示 令它觉得我进来是有些目的 因为我花了一些力去做一件事走进来的嘛 那所以原来有一个行为的心理学调查显示呢 只要你拉开道门走进店的话呢 其实你会买的机会呢 是比你通过自动门走进店的 那商家也可以想一想 那么最后一个元素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其实客户是什么都想要试一下才买 任何消费之前都想要一个消费的体验 就好像我们以前进到的车市场 就是喜欢试食的 其实试食的部分超市都还是有的 但可能因为人员的关系 就是太贵人工就没有特别再搞这件事了 很多店都慢慢没了这个试食的环节 因为其实客户是需要在这个视觉啊 触觉啊 嗅觉啊 听觉啊 味觉啊 等等去感受到底它想买那个消费品是一件什么的事来的 但是现在很多店都已经不再这样做了 那如果大家想象一下你想买一部咖啡机的时间 除了去冷冰冰看这部机器 如果店家是会通过这部咖啡机 真的在现场煮咖啡给你看 给你试饮的话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你买的冲动会大很多呢 那我自己觉得会啦 那还有一个呢的贴士呢 就是其实店内的那些灯光啊 装环呢 是很重要的 但是似乎大家可能是没有特别去留意啦 其中一个我看到的就是那些更衣室啦 那些大型的Boutique里面的那些更衣室试衫那些呢 其实是真的要搞搞它 因为那些灯光呢是很赶的嘛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那些大型的连锁店去试衫啦 其实一进去试呢 你会看到自己呢 那些灯好像照妖镜那样呢 把自己的瑕疵全部射出来呢 哇 面青青的皮肤质素叉到一个点啦 然后你换衣的时候 可不可以我那么肥呢 然后你又觉得很噁心啊 那些衣服穿上去 因为那些灯光呢 令到它很赶快 但是其实呢 很多店都没有去留意这件事啦 就是很简单的 你进去个更衣室里面呢 其实更衣室就是客人 决定买不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独立思考着嘛 他试完那一刻 觉得要和不要 就是这个时间发生的啦 这个时间呢 他感觉要良好的 里面呢 还有一个灯光比较柔和一点啦 看自己也特别漂亮的哦 那个镜子就要很高质素的一块镜啦 里面呢 摆棵一点的盆栽 令到试衫的氛围好一点的 里面试衫的位置呢 摆那张椅呢 都是要漂亮一点 有 taste 试衫的体验好呢 其实他就会买啦 那最后一个提示呢 就是关于个等候时间啦 原来我调查显示呢 任何的客户呢 只要在一个店面里面 等得超过90秒的话呢 他就会开始对这间店 或者这个服务呢 或者这个消费的体验呢 就情负面的啦 那所以呢 其实任何的等候呢 都不应该让客户等超过90秒的 如果真的逼不得意 要他们等那么久的时间呢 就要做一些东西啦 譬如说他盘队的时间呢 就让他看看餐牌啦 拿些食物给他试一下啦 跟他交流一下啦 总之不可以让他白等啦 让他一些东西去做啦 那甚至是一些 譬如海底拌了都很出色啦 任何等着的时间就要磨一下甲啊 帮你拆一下鞋啊 有些零食给你坐下来吃啊 跟朋友聊聊天的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等候时间就没那么长 那这个就做得很好的地方啦 那大家听到这里呢 可以去想一下啦 到底我们平时去消费的时间啦 那些商家有没有做足这个消费科学 所建议的一些不同的小提示呢 那如果做足的话呢 我相信都能够拉近呢 我们跟内地的那个消费体验呢 那个距离的啦 那欢迎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呢 我看到一个 我都挺喜欢看他的YouTuber呢 就宣布停止更新了 那他就是做财经啊 经济局势分析的女孩啦 那其实不单止是这一位的YouTuber的 在内容创作上面呢 由去年的年尾去到今年年头呢 有很多不同的YouTuber呢 不论是中外啦 都是说啊 想找回自己的生活啦 不再做更新的那样 那样我都会觉得呢 就是整个内容创作的分享的趋势呢 是在变着了 那今天就想跟大家讲讲呢 到底我们在迎来的一个 怎样的变化啦